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战国论主的这个podcast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焦爷啦 也是亚洲红魔的这个频道 主要今天我们请到的两个嘉宾 仍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两个常驻嘉宾 就是 ABT 猪坛 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哈喽大家好 我是 ABT 猪坛 当然的话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一个 曼联的球迷 Isaac 我还没有介绍你 不要自己插嘴 OK 可以介绍自己的 Isaac OK Sorry 我已经是 哈喽大家好 我已经消失很久了啦 不爱上 对啊 今天的话我们主要聊的这一个 音潮的这一个课题啊 当然就是这一个热词为主啦 这一个 虽然讲 这个频道组 CH是这个阿神纳的球迷 在《争抢时代》的这个YouTube上面 播这个影片版的这个战国论主的podcast啊 不过他的10对头 10对头的话 我只能讲 这一种抢劲的音潮所有风头啊 先是 3比2 客场拿下来曼城 紧接着1比0收给了这个 宝极区的Bernley的话 哇 两场比赛时间 Sports让这个营超天 天翻地覆的这个改变 让Liverpool看到了追赶上曼城的机会 也让这一个前世大战陷入到更加混乱的 这一个乱世里面 宝极大战来讲的话 Bernley这场赢下比赛过后 也让这一个宝极大战的情势 出现到很大很大的这个改变啊 Ashley 你是这个Liverpool的球迷 有没有要什么东西要跟Sports讲的 要不要讲一下这个 谢谢 谢谢 其实讲真的啊 那场比赛 曼城队热刺啊 我不懂为什么啊 就在赛前哦 就很多Liverpool球迷就已经讲了 希望明天早上起来看到 曼城掉分 而且感觉上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 哎 感觉他们会掉分 感觉他们会掉分 结果他们真的掉分 因为感觉上好像 热刺已经输了 连续输了三场比赛 应该是好像到谷底哦 你不可以再 再底下去哦 所以那场一定会bounce back的 然后是我自己的话 我是没有想到会赢啊 我是觉得可能一个合局 可能会发生啊 结果最后竟然在最后一分钟这样子 绝杀曼城 对我来讲 我身为Liverpool粉丝 当然是要跟他们讲谢谢啊 我当然是要跟他们讲 很霸奢的谢谢啊 就好像现在的话 目前Liverpool 今天早上已经 6比0赢荔枝联嘛 所以现在的话 目前只跟这个榜首 差三分而已 所以对我来讲 当然是happy days啊 埃尚呢 对于这个 热刺可以客场3比2 像曼城的这场比赛的话 有没有感到很惊讶 当这个比分踢出来的时候 我 从头开始是 就是expect是draw 因为你也是没有expect到 就是到最后一分钟的时候 就 就输掉这场 但是 好像是 Conte 对 对 Guardiola的记录也是 他的记录也是很好的 就第一次 诶 他那时候 在对交戏的时候 对他也是 刻他的 然后现在回来 又再刻回他 我觉得 历史重严啦 然后 我觉得 我觉得 因为我当然是西方 是说 没有啦 我觉得也是 平和输都好啊 我觉得 又是City 又是Liverpool 我也是 两方也是 局面也是尴尬 所以 就当做 就是 娱乐 就是 娱乐 你除了来看 我又没有去expect多少 对啊 就是 这场比赛的话 我们还是要特别的去夸奖一下 这个赛季已经是 基本上已经是烂了整个赛季 Herry K 这场比赛的话 三个热刺的进球他都有参与到啦 哇 他第一个 直筛球 找到这个松小明 直接撕开热刺的房线 那个穿球 很多人就讲 哇 那一个就是一个 Midfielder 应该有一个vision啊 Herry Kane Morino的 那个时代的 那个Kane 会完全回来哦 对啊 Kane的话 是不是应该说 如果你既然 前线进不了球的话 要不要 考虑一下 把他撤到 中场比赛这一个 Creator的这个身份啊 你这场比赛几样子 去看Herry Kane的表现啊 但是 但是那一场其实 来老实讲 好像现在开始看到啊 Kante会叫Herry Kane 就是假如说 你尽量的去 在进球内 去等球啊 那些啊 你就不要再像 那时候Morino的那个时代啊 你一直后退后退 我觉得一半 也是可能是 Kante的这个战术啊 因为他这个 三后卫的这个战术啊 然后加上 之前好像他在Inter Milan啊 他都喜欢啊 Lukaku中可能比较高大型 这样子的前锋 可能Herry Kane 我觉得也可以算是 这一类型的前锋啊 但是 速度来讲 不是速度 这个 传球能力那些来讲 当然是比他们更加好 我觉得这个刚好是 Herry Kane自己 本来就有了一个 很好的一个能力 然后刚好就在这个时候 可以 让他去利用这个 他的这个 很精准的这个传球 找到这个 我觉得只是 我觉得只是好像 怎样讲呢 就是 已经是在他的 blood里面了 所以他做出这种事情 现在对我们来讲 我们不会觉得好像很惊讶 但是我觉得Kante 开始有一直叫他 你在前面等球 我觉得也是之所以这样 所以他才可以打进那些角色球啊 还有 其实还有一个越位的进球 那个 那个finish 其实也是很漂亮 可是结果是越位在前 所以最后是被吹掉 有看得出好像Herry Kane 现在已经开始是在进去做 真正的那个纯中锋这样子的感觉 我觉得是一个好事啊 对于热词来讲 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 不像之前这样好像 一直在讨论啊 Herry Kane到底是要打一个 好像Force Knight啊 还是你要去打一个 finisher这样子 因为传球又很好 finish又很好 但是 如果你去做一个Force Knight的话 就没有人帮你finish 所以你还是需要 Herry Kane在那个进去 做那个真正的那个中锋 那种感觉 这场表现其实除了这个 Herry Kane的状态 有一点点的回文之外 我觉得我们应该也是要谈谈这个 Kulusevsky吧 这场比赛一个进球一个助攻 我就觉得这场比赛的话 很多人会讲说Kulusevsky 某种程度上蛮幸运的 他的这一个进球跟这个助攻 进球的话是穿了这个 Mass City Defender的一个狗洞 然后助攻的话 有些人就觉得说 Mass City没有给到太多的这个pression 没有人上前去阻止他做这种穿中球 你觉得这场比赛到底是Kulusevsky 自己的表现是值得赞取 还是说他真的是有运气成分的存在 我觉得他很fit Quante的这个style 因为他是一个很好 一个ball carrier Kulusevsky 所以他在那时候是在Parma的时候 还有是在Uventus的时候 就他算是也可以那种就是 如果他踢3-4-3的话 他可以打进来变成10号的时候 就是他就是有时King 你会drop下来 他有可能就当前面的那两个前锋 他就是那种narrow的那种winger 3-4-3踢的话 然后他那天踢到我是蛮impressive的 就 as a transition的那个weapon 然后他defensive rate那时候 对Cancelo Cancelo那时候 我也是很好 就一直mark 这个Cancelo也是 因为Cancelo是他们的primary 那个vore creator 在City 如果你mark掉一个Cancelo的话 总之你只是put on defensive的那个chiff 但是我觉得就已经stop掉City的那个quation了 而且我觉得那个进球其实goodfinish 对我来讲啊 我个人觉得这个finish很不错啊 虽然讲可能你要硬硬讲有一点幸运成分 当然是有啦 但是那个月未进球的话 也是Kulusevsky的一个cross啊 对不对 所以我就觉得他的表现让我蛮惊艳的 而且是你怎样讲 你还没有适应营潮 你还没有所谓的适应营潮 你才刚刚来到营潮罢了 我觉得踢得很好啊 你的对手是Manchester City 我觉得应该要给到他值得的这个赞赏 还有鼓励这样子 对啊 讲完Kulusevsky的话 另外一个群人Song Hyo Ming 这一场比赛也是有两个assist进战了 这一场比赛的话 我们也是看到Song Hyo Ming跟Harry Kane 两个人联手 在营潮上面打进了进球 已经是扯平一个营潮的第一地名 就是Lampard跟DTN Draper 一样都是两个人互相助攻对方 互相协助对方进球的这个次数 达到了36次 所以 当然是 成就上他们是不能够跟Lampard跟DTN Draper 去做比较了 不过Harry Kane跟Song Hyo Ming 这一个最佳排弹主 在这场比赛有一点 就是让我们看到了 这一个最佳时期哈佛 可是没有想到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 对上Bernley的这场比赛里面 刚刚给了Harry Kane很大的成赞 给了Kurusecki很多的成赞 给了Song Hyo Ming很大的成赞 可是这一场比赛 这三箭头三叉戟 同时首发情况底下 竟然去吃了一个闭门羹 这场比赛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这场比赛我是没有看 因为我在关注六 普对立次联 六比零 但是之后看了一下 我觉得 哇 我不知道我感觉可能是打不开 就打不破一个大八战术了 而且你要讲Bernley一直以来 他们的打法是怎样 每一个人都懂他们的打法是怎样 然后其实老实讲 这个赛季的Bernley 其实还是有几次都是这种 有种爆人的这种成绩的 好像打平曼联拿打平阿森纳 然后其实老实讲 对立物浦的那场比赛 其实Bernley打的一点都不差 然后刚好是Liverpool很 就是拿到一个scrappy goal 然后最后拿到这个三分 然后我觉得这场比赛就是怎样讲 应该算是 可能知道自己要降级了吧 Shawn Dyson那个Magic又回来了 因为我个人真的是觉得说 Bernley来讲像你刚才讲的 他们最近的状态其实不错 小比分输给Liverpool一点都不丢脸 然后可以比评曼联 比评这个阿森纳 然后又现在1比0拿下 打赢Brighton 拿下这个Brighton过后 刚刚也对啊 打赢Brighton3比0 我看到是他们有这个 机会保诫 可是除此之外 我看到另外一点也是说 是不是变成说 这一个 Kontek的球队好像更适合 打Mass City这一种 会潜压的 然后给你身后很多空间 Kane drop下来 做这种直塞的传球 然后Sofio Ming跟Kulisasky 压上去有很多空间 打身后球的 可是如果遇到像是 Bernley这种身位防守的 然后很会用身体素质 跟你去打这一种对抗的话 可能Kontek的球队就比较 没有那么指向了 其实很多球队都是这样的 就好像Liverpool也是这样的 打身位防守 打不穿的 like 好像这种身位防守 只有Manchester City 的PEP 的那个战术很适合 因为他们可以不断的 穿穿穿穿穿穿 把你不小心就从一个位置 拉开了 过后 他们就直接制造出一个 进球机会 整个system很完美 感觉上Kontek好像你要什么 pressing direct football这种 对于这种身位防守来讲 真的是很难 只可以这样讲 都已经知道了 Kontek是一个 算是一个transition team based team 如果你对象这些deep block 的team 就也是一个问题 那 好像是 我看到那个数据是讲是什么 他对 等一下 Bernley 对了那个big 6的team 也不知道几个game 全部都是赢 against first的 ironically 真的好笑 看到那个事情的时候 然后觉得 像 像 Guardiola 的那个team concession based 可以帮 让你猜你的那个 就是他的那个shape 可以用弯你的shape 就是很 很次的deep block 那种team就对了 所以为什么每次Guardiola 对本地都是 五力 大成 怎么都是这样的 比本 下期要问你说有没有看这个context 赛后的这一个访谈 啊 我 我 昨天有 有看到 有什么感想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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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好像是很放弃哦 看到这样 哦 it's still the same place 哈哈 但是老笑 就是 他们那个那个comment很老笑 就是什么 他之前他对city的时候 他讲 this is the best group of players I have worked with 他对本地有过话讲 it's still the same players 哈哈哈哈 我在那边笑了 我爸死了 我自己看我觉得 context的这个言论太奇怪哦 他除了讲 same group of players以外 他是好像怪coach 可是他还在怪他自己 我觉得他好像感觉上 open to get sacked 而且有一点点的感觉 就好像他不喜欢被judge 的感觉啊 对我来讲啊 我觉得可能他不喜欢 让人家看到他 好像失败 这样子的感觉 就因为他是一个winning coach嘛 我来到第一次 第一个赛季我来到银操 我代表潮汐 我直接跟你拿冠军 然后我去到 我在Jumanters 我是冠军 我在Inter Milan 我也是冠军 感觉来到这个地方 他好像无策了 过后他不想要被judge 这样子 所以感觉他现在好像open to be sacked 你要吵我就快点吵我 我可以我可以离开了 这样子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他那个言论真的很奇怪啊 就我觉得也是 呃 也是contradicting himself 过后他也是 我觉得也是真的是要被招 真的 我实际上我跟他讲的这句话 真的 他看到spers 他就是spersy mentality 他讲 oh shit I can't fix this fuck it 我讲我先走了 对啊 对啊 因为前几周的时候就有 也有几个球评上去去 质疑这个contrad 就讲说 what do you expect 你take这个spers job的时候 你就应该去 预料到你的 这个mission 是fight for top 4 然后你现在再 一直出来讲这些player 不够好啊 然后有什么用 虽然讲 他讲的这些东西 基本上是 有他的道理 因为像是他 这场比较赛后感 讲的 这个赛后的采访里面 讲的一句话 就是我马上就讲 你一直换教练 可是 球员是同一批球员的话 那个成绩也不会去做 太大的改变的话 这样到底是 教练的问题 还是球员的问题呢 这个事情已经是 一而再 再而三的发生了 你换掉了 Pojetino 换掉了 Morinio 换掉了Nuno 可是你手下的这一批球员 还是这一批球员的话 你那些骨干核心球员 还是 Hugo Roderick 还是Song Humming 还是Harry Kane的话 相对于前几年 Pojetino 顶盛时机 你还少掉了Question Ariksen 少掉了Danny Alli的话 这一个SPURS 到底是 Manager问题多一点 还是说 这一个 Manager的问题 自身的问题比较多一点 因为 我知道要去讲 Conte要去批评他这些东西 是很简单的 可是 我比较想要去讨论的东西 就是说 Danny Levy 是否就真的是要去 认真的考虑说 他要怎样去review 这一个SPURS 他怎样去做他的重建 不然的话 SPURS很难会回到 前几年那种 感觉上 至少每年的 火灌可以提的 这个情况 这感觉好像跟 曼联有点像 感觉你换了很多主帅 可是 一直work不到 一直work不到 但是我同意你讲的 他讲的这一点 真的是蛮 也是感觉有一点 让我一个权 假设你要set我不用紧 但是其实问题 是在你们自己的身上 有那种 也是有这种 好像这种感觉 虽然可能他讲的那番言论 我个人是觉得他有一点 可能自大 或者骄傲 但是可能一部分 也是他 应该是蛮 可能 我在想 是不是可能在东窗的时候 他有想到更多的球员 可是 Bot不想要给他 所以他才觉得好像 OK 我现在我没有办法 而且你赢球 你不可能你不要称赞 你的players 什么 你赢球你一定会讲说 我的这个player 是best group of players 但是你要看五场里面 输了四轮 他自己都讲 五场里面输了四轮 不是一个好东西 他觉得已经 这样讲 好像走投无路 这样子的感觉了 所以我觉得一部分 也是转一个圈 好像是要去攻击高层 这样子 因为他自己也是有讲 他是一个很有ambitious 的一个coach 他不想要闭着眼睛 骗自己 讲说这个工作很好 薪水很不错 这个成绩 这个赛基成绩 就这样子了吧 自己也表明了说 他是很有野心的 像你讲 基本上是把这些问题 这些错全部推给board 推给这些players的话 我是觉得说 目前来讲 感觉上是spurs broke了 他一样 就是spurs已经把他弄坏掉 然后他好像也没有心思想要 说 继续下去 还是什么 因为感觉上也是 救不齐 所以 我自己个人的阴谋论 还是说 他是不是就是 现在看到 哇 曼联还在找这一个新的manager 然后感觉上 Procetino跟那一个 Erik Tankard 要签掉他们有点难 我这个时候 我去接spurs的工作 然后 成绩打到那么差 不用紧 我直接出来讲 我是很有ambitious的一个coach 然后 是spurs给不了我要的东西 然后 如果spurs要sack掉我 还是说我自己 walk away from this job 别人看到的东西 别人看到的东西 就只是说 我是一个很有ambitious的这个coach 然后是spurs 辜负了我 然后 我是回到那个market上面 如果曼联你真的要确定说 你有ambitious的话 你有这个ambition 要去重建 去拿冠军的话 你来找我 再来找我 这是我个人的阴谋论 我是觉得说 他现在某种程度上 还是 有一点点 后悔说 当初不应该 太过一起用事 去接spurs的工作 他当初要的 全部人讲的 Fabizio Romano讲的 都是曼联的工作 是曼联没有找他 他才说 不用姐 我去找别的工作 去找 看谁要给我工作 spurs那个时候 又回来讲说 哦 我知道summer的时候 你讲你要带 三个四个coaching 然后我讲不能 不过现在我们可以给你 然后他当时就觉得说 哦 为什么我要继续等这一个 可能 一直不会来找我的曼联 然后spurs现在要给我 我要的东西 为什么我不尝试去接 所以我是觉得他 当时候 去接spurs的工作 是因为spurs 愿意退一步 满足他的一些东西 可是 他去到spurs 过后 他现在发现到 好像事实不是如此 spurs请到我过后 好像没有真正要back我 transfer window 刚结束的winter window 他一直想要去 improve the right wing back 这个位置 醉了 Adama Traore 醉了那么久 没有拿到 感觉上 benton core 跟这个kluzasky 不能完完全讲 是个panic bike 可是也是 大安慰讲嘛 最后时刻 靠着那个paratici 之前在juventus 做过sporting director 才有这个关系 可以在最后时刻 牵着两个人进来 不然的话 感觉上 只是在请求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补强到 所以context才会有一点点的不满意 之前就有点声音出来讲说 如果这个成绩不改变的话 context是会考虑 提前结束掉他跟这个Rose 所以他这一次出来做这个interview 我感到太过的惊讶 不过我比较惊讶就是 他一个是 他有两个interview 一个是跟这个premier league官方的 side hold的这个采访 一个是跟这个记者 在press room的这个 访问室的这个interview 两个interview 他都一直在重复讲 他是一个很ambitious的一个manager 他不想要逼着眼骗自己 他一直在强调这一点的话 是觉得说 可能我们除了要去讲他 可能太对问题以外 我们要去注意到的可能还是说 这个热刺本身的这个高层的问题 还是这样的 你觉得说 有啦我觉得也是我agree win Quante Quante 你要不要去尝试一下 我不知道 这个我觉得也是 如果我是rani 是advisor的话 我觉得也是很难 因为 我不知道他fit他的 他的cosystem 就是 懂吗就是 ok啦 你讲Quante 我觉得Quante 不是像Moriniu Moriniu你要是winnow Quante也是一个project manager 只是说你可能 你要像Moriniu这样 你要给他 certain players 也是要一笔的那个budget 也是很高一下 你要backquante的话 像那时候在inter的时候 就也是有backquante 但是他的player 他要player他都拿到完 然后 然后在spers的话 你看那个东窗的时候 那个winter 那个window的时候 你要把player 全部被reject reject 然后到了最后 全部那个 是kulasiewski 跟benton core 是一个unway 所以 那个 谁讲啊 一讲 一讲而已 对啦 然后 ok啦 我觉得spers也是有 那个 effort to hire a sporting director really fit with quante 因为paratigi 跟quante 在uventus的时候 然后 但是我到现在 我觉得就是 everything stems from那个levi 我觉得 他就是一个问题 从到现在的时候 很多spers也是讲 swestern也是讲 他也是一个问题的 因为他也是 怎样讲 就是 利益上的话 会看得很 看得很重的 一个一个 CEO 所以你们觉得说 这个quante 会walk away from他的job walk away 我不会觉得 因为他也是要paycheck 如果walk away的话 怎样paycheck 因为他也是要等着吵 就是不一定 我觉得walk away 感觉上会 我觉得在看 接下来 不知道他的contract是什么 因为现在 我不知道他 也是一个big payout 可能直接walk away 可是从他今天 这番言论出来讲 我就觉得其实 距离 离开啊 已经不远了 除非 如果是突然间 他们的成绩突然间好转 不然的话我觉得 总是真的是迟早 我试什么 因为那时候他输Bernley 有时候我看那个table 哇 他的where is the game intent 所以我现在阿斯文 走games in nfc 看到一个 诶 spurs好像不能 如果我赢的话 赢的话也是在我们后面的 然后我觉得也是很难的 而且你现在是5场里面 你输4场 这个也是 也是 因为我们头头开始 以为是spurs可以 可以climb上来 对 那个spursy的 那个mentality keeps in 因为讲 Isaac讲他不可能会walk away 我是不大认同 因为 他inter的job 还是他自己walk away的 这个工作是他自己 他自己walk away的 他跟inter讲他要 terminate他的contract 然后inter也是给他terminate 你的意思是他自己要terminate okok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 刚刚Isaac也是有提到 拿一个 两场 虽然来讲现在还有两场 不抓在哪里面 即使他们赢完的话 分数上也只是45分 落后现在第四名的曼联 一分 比他一路不少 对 目前来讲的话 若次 这一场输给这个Bernley过后 我只能讲 真的是 英超最佳的脚屎棍 前几天 赢了这个曼城 让Liverpool有追兵的这个希望 然后自己的前世 看起来有希望 这场又输给Bernley过后 前世 又是陷入到那种乱 是感觉上 West Ham跟这个 WC都有机会 那么一点点的机会 可以finish above他们 然后现在 Bernley拿到三分过后 那个relegation battle 又更加的精彩啦 不过 讲到刚刚也就是提到这个争冠的话 我们还是要回去讲这个 这一个 3比2 赢了这个Mancity过后 Liverpool很好的 把握住机会 6比0拿下 你觉得 Ashton City 会border这个Premier League吗 还是说 你还是觉得最后来讲的话 Mancity还是会拿冠军的 其实我觉得很难讲 因为我觉得 之前也是有例子啦 就是Mancity可能会有一个good run 过后 输掉一场 可是他们通常输了 他们接下来的那个run也是一样很稳的 我觉得接下来就是要看 City对Liverpool的那场比赛 如果那场比赛 而且那场比赛是在Itihad 如果那场比赛 Liverpool在客场有办法拿下 慢城的话 我觉得 这个race就真的是open了 我觉得现在啦 你还是要等到那个时候 因为我不觉得 我觉得两队都还是会掉分 我不觉得两队都会直接 赢到接下来的这些fixture 所以 两队不停的掉分的话 最重要的那个时候就是 对Mancity的那一场 因为之前没有人料到 City会输给Sports 然后很多人都在讨论 如果Liverpool在Itihad 打赢Mancity的话 相差值相差三分 然后就要看 慢城在哪一场会掉分 可是结果在这个时候 Sports一赢了过后 算是三号是开了啦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等到 那一场慢城打 Liverpool的那场比赛之后 再下定论 City还对我们的这期场 其实Liverpool的Fiction也是 City还对你对曼联 你还意想天开 觉得曼联可以赢City 这家伙这同学 真是真天真 我们是Horn还是Away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是Horn还是Away 我还以为是Away Away Away这样有机会啦 谈谈很紧张 我直接跟你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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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是Liverpool 球迷的话 我会关注Mancity this week 对Everton的比赛 我觉得那一场比赛Mancity 可能会继续掉分 尤其是Franc Lampard 在挣扎着打跑鸡大战的时候 我觉得有机会Mancity 那一场比赛可能会再掉分 至于慢连的话 其实接下来 我就不用多讲了啦 我先讲 我问Ekar Isaac多一个问题 因为现在是慢连全民 最不想要面对的一个事情 就是Liverpool quadruple 还是Mancity city travel 还是我们又要寄望 Chelsea至少拿一个 Cup double 去阻止他们一下 我不知道 我一直没有去管这样多 到时候大家看了 所以谁quadruple 谁Travel 这个东西是避免不了的 不想接受事实 是啊 可能就expect 阿尚要打赢Liverpool Final 在赛季 不是阿尔的 Chel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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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ry 对 我个人的话 我只能讲啦 赛季结尾尾尾射的时候 我搞不好会传上 Chelsea的群 Come on Chelsea 不要给我看到Liverpool quadruple 不要给我看到Mancity travel 我不知道 我觉得是很害怕 因为 前几个赛季 是有过这种类似 可能Liverpool会Travel 或者Mancity 会quadruple这样子的情况 没有想到 作为一个大选过后 我们又回到原点了 Ashley 刚刚你可以继续讲你的想法 对 我要讲的是 其实接下来的赛程 Liverpool的fixture 是比Manchester City来讲 难很多 所以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关键 因为接下来如果你要讲 Top 6的话 就是Traditional Top 6的话 接下来Liverpool要打阿神 然后要打MU 然后要打Manchester City 然后我们其实还有Sports 也是还没有打 所以我们还有这个四场 你可以讲说Big Game 但是Manchester City的话 其实只剩下MU跟Liverpool 所以 所以相对来讲 其实我们接下来的赛程 也是比较难的阿 你讲Manchester City 你把Manchester City 放在比较难的fixtures里面 你们在Home的 对阿 我讲说Traditional Top 6 一定要把你们列入在里面 不然Sports的话 也不在里面了 你们在Home 你们是Home 我个人真的是 看了Manchester City 从2月到5月的赛程里面 我真的是觉得说 Manchester City 这个赛季的分数 可能64-67分 不会到70 我觉得Manchester City 不会给Liverpool 跟Manchester City 制造太大的位置 我觉得这两场比赛 Manchester City 很可能会大比分落败 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看我们过去这几场比赛 我现在心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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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阿琴你觉得 Premier League 还是Manchester City 还是主导的吗 我觉得主导的话 没有了 现在没有了 现在只差3分的话 不算了 算是open 但是如果你要认真地讲 Liverpool可以去争贯的话 你还是要等到 Etihad的那场比赛 算是open 但是还是 还是很紧的 这个race 还是这样的 你觉得 这个赛季的Premier League 冠军会是谁 曼城还是Liverpool 然后觉得说不出口 然后觉得说不出口 哇 笑 我不知道 我觉得现在open 而已 然后是 如果 因为City都有那个 想要讲 呃 那个经验去 争贯 跟Liverpool 然后我们那时候 不知道是20几 啊 2017还是208 那个时候 跟Liverpool 很靠近的分数 所以我都忘记了 哪里应该一个season 也是有这个经验去 应付啦 然后 到时候我今天 是觉得City赢了 哈哈 他们的 他们的 squad 也是 你这样讲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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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没有把Liverpool 放在眼里啊 Liverpool跟曼城 最后一次head to head 去抢冠军的时候 是Liverpool came out on top的 对 而且我觉得现在 现在最关键一点就是 Liverpool的那个 frontline很恐怖哦 Jota跟Roberto 回来过后 现在又有 Sala Mane 然后又有 Diaz 然后这一个 Man City那里 反观 Man City的话 还是觉得说 好像 弱了那么一点点 好像还是在继续 这样子Fortnite 的这个 政策下去的话 也不是一个 方法 虽然讲 大部分的联赛的时间 他们还是可以 引下对手 可是 每一次 掉分 或者说没有办法 进球的时候 你真的会去想说 如果他们有 买到Harrie King 就好 那一场3B2 输给Sports的比赛 就很直接 证明 直接了当的讲说 如果你们Summer window 的时候肯 砸多那50M 买下Harrie King 搞不好 这个整个局势 就会不一样 嗯 不过当然了 我们讲完了 这个 Sper Z 讲完了 这个 Premier League 这个title race 以外 当然还是要 稍微去提一下 那个relegation battle 了啦 Bernley这一场1比0 拿下了 这个Sper score后 感觉上 这个relegation battle 变得更加的 精彩了 Newcastle United 之前我们讲说 哇 他们已经年续六轮 在银潮赛场上 没有输球了 感觉上 跟这个降级区 已经拉出一定的差距了 没有想到Bernley 两年胜过后 还有一场game in hand 直接把 Newcastle的这个分差 缩短 只剩下2分 只要Bernley赢下 这个match in hand的话 Newcastle 又会掉回relegation zone 而且 对 目前来讲的话 Ever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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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激烈哦 我觉得relegation battle 也是很精彩 尊敬不到的 我不知道我们的那个 所以我才讲要多些Sports 两场比赛直接让银潮 陷入到乱世里面 增贯游戏 我自己期待relegation 多过前世 我自己期待relegation 多过前世 因为全部都有机会 爬出来 全部 应该是全部里面 没有包括Warfer 跟Norwich吧 哈哈哈 就是这几个 Buffet Buffet 是几分 18 Buffet 现在18 Norwich 17 最后第三 Bernley 然后就Bernley 20 可是Bernley 还有两场没有打 Bernley Bernley 对Bernley Games 是最多的吗 不知道那个时候 最多的时候 我觉得有机会 像前想问你们 你们最想看到降级的三支球队是哪三支 我啊 我先啦 我当然希望Bernley能下 哈哈哈 哇 It's about time 我老美 每次要下 什么不能下 Bernley真的 我喜欢讨一种 team 然后也是 一个是 这样像 小学讲哦 我觉得Alberton也是 也是 Uptight 不知道几年 我开始已经 几百年 应该是有几百年吗 我不懂哦 就是有几个 最后一次 Bernley Games 70年代 没有错的话 70年代还是40年代 很久哦 很久哦 Alberton跟Arsenal 两个是他们有降过 很少 Bernley Era里面 他们是 没有降级过的 在Premier League过后 是没有降级过的 哇 我觉得要破纪录一下 很爽 然后还有一个steam啊 呃 Newcastle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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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team我也是 给Newcastle下一下 比较爽 这些team 这些team 有expectation要上的啦 你希望我们给他们下下去 还上呢 不是还上 这个 Ashley呢 你想要看到三只 降级的 我想要看到的三只 Wad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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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ton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其实我决定 不好 我觉得可能是Newcastle 我想要看到Bernley 我喜欢Shawn Deich 我觉得Shawn Deich的Magic 很好 所以 所以我就 就 我反而是像Isaac 跟Isaac不一样 就是 这种每次要降级了 过后又没有降级的球队 我觉得 看他们在最后 最后几轮那种struggle的去 这样讲 保级我觉得是蛮精彩的 然后 其实Norwich来讲的话 我觉得 这个 Norwich Norwich 新竹 Dean Smith接手过后 其实老实讲 3比1输 Liverpool 跟4比0输 City 其实他们表现不差的 讲真的是不差的 所以我觉得 他们的足球是蛮精彩的 蛮精彩的啦 所以我还蛮想要看到他们 真的是看他们有没有这个能力去 保级这样子 然后Watford的话我就觉得 这个Cup真的是 太过 我不知道 我不是对Roy Hodgson有什么偏见 我反而是觉得这个Cup 就很finish了 一只SAC组算 一直换 一直换 你都没有一个自治的方向 所以你就下去就好 你明年 你确定你是对Roy Hodgson没有偏见 当年他把流布带到这么好 没有没有 我真的是对Roy Hodgson没有意见 就如果是Cup 我觉得也是一样的 就我觉得Watford 不知道他们没有那个identity在 然后Everton就下去了 我也没有很喜欢Franc Lampard 老实讲 Franc Lampard我喜欢他as a player 但是他manager我觉得 ok 给那个English media hype 然后Newcastle的话 可能就是觉得 你有钱 但是你先这样下去 先这样下去 就想要看这种 比较有spice的这种感觉 就是他 我个人的三只球率 现在讲肯定是不会发生的 Newcastle Everton Leads 我还有Leads 我就知道 对对对对 我的Leads 对对对我换了 我的Leads 一不是我要讲 因为Leads来的 我之前在 我另外一个Channel 就已经讲了 赛季开始出的时候就讲了 比奥萨的这个Football tactic 真的是one trick 完全被看穿了 你看看从Last Season 回来Premier League过后 时隔 差不多要将近20年 回来Premier League过后 跟Liverpool第一场比赛 替身4比3 然后之后你看到 他跟Liverpool的差距 越来越大了 从4比3到 大比分 落败到现在直接6比0 而且也不只是 输给Liverpool 大比分 输给曼尼也是大比分 输给Man City 这些也是大比分 已经是多3次大比分落败 然后他就是一直坚持说 我不要换 我要的就是这种 attacking football 然后我又要一个 small squad 然后一有player injured的时候 完全板凳 没有人可以补上来 我是觉得List United如果 this season降下去的话 有点 有点 有点是活感 就是咎由自虚的 这个感觉 就觉得说 比奥萨已经是 完全被看穿了的 这个season如果他们 drop或者说survive的话 我觉得都要都要换 如果他们drop下去champions 他们是想要 stay with比奥萨 我是可以理解 因为毕竟 比奥萨以Champions Level 来讲的话 他还是一个很不错的manager 可是 Campion League的话 我真的是觉得 继续给他 待多几年的话 List United掉下去 是迟早的事情而已 Everton的话 我之前也是讲过很多事 对Everton长期来讲 最好的这个情况就是 他们现在直接drop下去 drop下去过后 卖掉一匹球员过后 他们才有那一个空间 重新去做投资 重新去做investment 重新去建这个球队 不然这个season 给他们survive下来的话 Next season 还是同样这匹球员的话 他们不会有太多的改变 还是 偶尔可能可以冲到 like off half 八第十 大部分时间 可能还是处于这种 lower lower bottom half 这种打包级的 对他们来讲的话 最好的东西就是 直接长痛不如短痛 这样挤下去 换一匹新血 再重新来过 全部打散 再重新来过 Newcastle有来的的话 Newcastle也是差不多吧 也是差不多这种感觉吧 跟Everton 我是觉得Newcastle跟Everton 比较好的一点的差别 就是Newcastle至少 他们还有很多的空间 可以去花很多钱 然后他们也有很多的资金 可以去重建 所以不至于到一定要drop下去 才要重新打掉 他们有没有drop下去 他们都是会打掉重来的 所以我是觉得Newcastle 而且Newcastle 最近的足球是真的很不错 他们现在蛮有identity的 他们知道他们的目标那些是什么 所以想讲你看好像很多钱 现在我担心Newcastle会drop下去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Karen Trippert injured到4月底 对 我觉得这个太伤 然后Bruno Gameris到现在还没有一个 clear pathway 他会挤进 starting 11里面的话 是 Karen Trippert Karen Trippert 我不知道 我没有进步就注意到 Karen Trippert 又还没有开栽的情况底下的话 感觉上他们的这整个 Winter window 比较好的球员 Karen Trippert injured了 然后 现在来讲 Dampburn算是比较好 Map Target 感觉上 我也还没有看到说 他真正在Newcastle踢到这样子 所以我是蛮担心说 Karen Trippert 买到有点太晚了 可能救不了他们 所以 可是我觉得Chris Wood目前来讲 Bernie如果万一爬上去的话 Newcastle 我不知道他们 有没有那个 能耐再再度的再爬 再重一波 把Bernie再挤下去 只能寄望可能 Bernie跟Newcastle一起上来 然后Brandford被挤下去 我现在觉得Newcastle的Chris Wood 虽然讲他没有开栽 但是他在球队的这个作用 我觉得是蛮 这样讲蛮鲜明的 他知道他自己的这个责任是做什么 我觉得 我觉得其实 Winter transfer里面 虽然讲他们花的钱 好像你会觉得很贵 30M买Chris Wood 然后你又买了很多 好像Trippert 我觉得是好的前缘 然后Grimarage 也是一个 也是我觉得 以那个价格来讲的话 其实也是很好 然后我就觉得可能 有些人会觉得 哇这么花了90多Million 可是你买过来的球员 是 这样子的 不是那种什么大牌啊 Wonderkid啊什么 可是至少他们有一个方向 知道他们要做什么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好事 我觉得 Same thing come with Burnley 也是 就是Verg Horse 这个签约 真的是签到很好 很成功 来代替掉Chris Wood 我觉得真的是 很好的交易 upgrade upgrade onChris Wood 他的linkup play很好 我觉得 就是Verg Horse 然后他又是那种 单箭头的一个striker 一个physical 然后又有高度 根本就是 strum dice的那种striker 对 所以他又牵到 直接 立frog他们现在 能 escape 那个relegation 我觉得这场 哇 Verg Horse 他的form是很好的 Brandford 这个开季 7场比赛 拿到12分的Brandford 嗯 没有想到 之后的19轮比赛 也仅仅只多拿了12分 目前来讲 24分 跟这个relegation zone 有4分的差距 我觉得Brandford 最可惜的 其实就是中间 David Raya受伤 那段期间啦 我觉得那个 那个期间 对他们球队的那个影响 太大喔 而且不只是防守上 因为进攻上 其实David Raya也是很 很重要的 他是一个很重要的 从后场 distribute 球的那个守门员 所以我觉得 他那个伤势者 对他们影响太大 而且其实老实的讲 Ivan Tony一开始 作为支点 support 这样子的中锋 我觉得是OK的 可是结果后面呢 越来越发现 Embremo的finishing 根本就是差到一个7点 所以 没有办法 后面的时候就觉得 OK你这个东西不work了 你能够保击下来 你就保击 然后你可能你在 下个season啊 你再看怎样喔 而且现在 Cristian Eriksen进来了 看一下有没有办法 好像扭转一点点的 这个局势啊 或者局面这样子 我觉得 要保击应该 他还是OK啊 而且现在David Raya回来喔 应该 应该还是会 回到之前这样子吧 可能不会到 之前这样好 但是可能是 我觉得会 上回馈到一点点啊 因为Branford这边的话 其实我 赛季开始前的时候 在 亚洲红波的 那个YouTube频道上面 就已经讲了Branford Ivan Tony是不错 可是Embremo 就是另外一个 在championship 被hype到很高的 这个球员 Branford的 球迷当时候也是讲说 他的 他的 是很好的 他的那些 sense of awareness 都是很好 可是他 太过浪费机会了 现在来到Primary League过后 很多人讲 哇 Ambremo很浪费机会 其实我也不会感到太surprise 因为之前在championship 他就已经是 FPL我都知道了 他就已经是这样子了 然后现在这个情况是 好不容易像这个 Ashley讲的 David Raya回来 可是现在又轮到 Ivan Tony injured 然后变到说整个 Primary line 只剩下一个浪射王 Ambremo的话 Branford 有一点危险 Visa我觉得有机会 而且Branford这个season 改那个shape改很多 Like Segi Karnos 一个边风 被拿去打 Wingback 所以变成他防守上面的 Awareness很低 因为他就是一个边风 出身 他就是一个 善于进攻的球员 你让他去打Wingback的话 效果不会是 好像有多好 我会这样觉得 可是我觉得现在 也算是 Thomas Frank就是 以他现在有的手牌 OK 看他可以做什么 反正你是升班 你只是不要降级的话 你这个赛季就 堪称是已经很好 我觉得 那么接下来 在这最后的一段segment里面 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个 League Cup的 这个赛前前瞻 这个 Chelsea 对上Liverpool My God 这一场比赛 Ashley 你觉得 Liverpool有没有信心 拿下还是 有没有赢 对你来讲都没有差 我认真的讲 对我来讲 我真的是水源 like 我没有很在意这个比赛 但是我觉得如果 可以赢的话 你是真的Liverpool的Fest 有机会 quadruple 你讲我不要 我不care 你就是那一种 前几年 曼联那一种球迷的心 那就觉得说 哎呀 我们都是赢Private League 我们有时候还赢Champions 你看我不在乎 哇 就是这个 entitled fans 可是我认真的觉得 这场比赛 怎样讲 我觉得如果 在星期天 星期天 这场决赛的话 如果Clock 派上一些 二线队友球员 去打这场的手法 我不会觉得意外 因为Clock之前已经讲过 他讲 Alison 不会上这场比赛 他讲 Kelleher会上 这场做门奖 因为这个比赛 是Kelleher的比赛 这个比赛不是 Alison的比赛 他在害我这样讲 你讲到 你讲到很像 你讲到很像 Kelleher是Ligran这样子 真的吗 你Kelleher也是好 然后 我不知道 我觉得如果好像 比如说 对啊我们的Squad Death 可能比较深了 因为我接下来讲 我觉得一定 你们一定补我 就好像可能Konate 也会上场 就可能Mati不会上场 那是Konate 然后可能 我觉得 Maybe 可能MinaMino 也可能会上 就是这样子的感觉 就是可能这个是因为他们 怎样讲 从一开始 到结束 其实都是算是他们 这些Triven 都 一手把Liverpool 带进决赛了 所以我觉得 可能出于一点尊重 可能Klob会上他们 我也不会觉得意外 但是这场比赛 其实我真的是觉得随缘 如果输的话 我不会觉得很伤心 他完全没有去讲说 那Klob要替这场比赛之前 其实有做一些rotate的 Arnold前几场 比较有被 修下来休息的 完全没有去提到这个事情 你看 没有啊 我讲说有些二线队啊 我没有讲完全二线队啊 但是二线队也是 也是 也是可以博的啊 就 但是我个人是 我个人是觉得这场 如果有赢的话 我会欢呼啊 但是如果是输掉这场 决赛的话 我觉得我不会伤心啊 我会伤心啊 我会伤心啊 好像 普后路 我赢了 我可以得射输了 我就一开始就 我就不care了 我认真的啊 我确实是这样子的想法 认真在普后路 赢了赢了就好玩了 赢了我就 赢了我就愿意 这样 这一场你的 那一个starting 11的prediction是谁啊 goalkeeper goalkeeper是Kelleher吧 我觉得 Defense 我觉得goalkeeper 应该是Kelleher Defense的话 我觉得只是Martip会出 Kornate会进 但是其实不一定 因为Martip是两场比赛 达到很好 其实我感觉上 我感觉 backform应该会保持不变 如果是这样想的话 我觉得backform应该保持不变 Tren Martip Van Dijk Robertson 可是我 Hulk会不会去 full strength欸 Bfield的话 我觉得Fabinio Tiago Fabinio Handerson Handerson一定会上的 因为队长嘛 不可能 不给他上了嘛 Frontree 只是Frontree 可以换不好吗 Frontree Fermino跟Jota 现在受赏 所以他们应该 我不知道能不能赶上决赛 如果可以赶上决赛的话 如果其中一个可以赶上决赛的话 Center forward应该会是Fermino 如果可以赶上啊 如果赶不上的话 应该是跟现在一样啊 应该也是Sala 还是一线球员 你的second string在哪里 你second string在哪里 我自己觉得会放 我刚才讲的是 如果他放二线 我觉得会second string 对啊 我自己的prediction 当然是first team啊 如果是Hop的话 他给second team的话 OK啊 我是讲我可以 如果他放second team 我不会觉得意外 我觉得OK啊 如果你放second team的话 是一个尊重哦 但是Minamino 都是TU扁的 还是左肩 通常 Minamino其实 左右中间都有T过 他是看哪里没有 最多你的二线球员 就是你的钱 你们那个front table啊 可能front table啊 对 或者是Diaz 可能Bancho 这场不可能会上呢 Elliott也可以替我 Elliott Elliott Probably啦 我觉得Jones的话 应该不太可能 可是如果Elliott要上的话 我们中场就会drop掉其中一个人了 我现在暂时是觉得 Tiago 跟Fabinio 是undropable啊 然后如果你的final里面 因为你没有放你的Captain Henderson 我觉得好像也是不是很多 他也是要拿下这个奖杯的啦 那可能你的final还不拿呢 是 但是Chelsea这里我就觉得蛮 讲讲蛮有趣啊 我们现在也是要弹了对不对 我把Chich injured 哇 ZH也是 injured Race James也是 injured 所以我觉得Chelsea那边好像比较 比较惨一点 其实我比较惨 那个比较惨 所以Chelsea这里你有比较担心的球员吗 我不要担心 Kai Harvard 我认真讲Kai Harvard 因为Kai Harvard 算是大赛球员的 Kai Harvard的决赛 每次都打到很多 可能他跟你讲 他到决赛 可能可以 一次啊 就是Kai Harvard 对而且Kai Harvard 我们在营超里面 两场比赛 就是第一场比赛的时候 是Harvard 进那个Header的嘛 然后第二场的时候 其实Lukaku那场也是没有上 放上的那个前线是Harvard 虽然讲是没有得到 是没有进球啦 进球的是Pulisic跟Compasic 但是 Harvard我觉得是一个大赛球员 所以这个蛮 我会蛮担心 Haku呢 完全不提啊 这个100M 我感觉Lukaku是不会上的 我不觉得 我觉得Lukaku 应该是不会被 但是如果我上的话 如果我上的话 最多也是352 什么Lukaku跟Harvard 想跟搭档吗 没有啦 如果他们上的话 其实也是有可能像 第一次 就今年第四场 营超面 就是碰面的时候这样 就好像Lukaku Mount 跟Harvard 那个三叉 因为现在ZX受伤了 所以 probably你要讲 换掉一个可能是Pulisic进来 Pulisic Harvard Pulisic也是好 Pulisic是 但是他Bang上来 会有impact 他多数都是Bang上来的impact 但是最近他的手法 我觉得是还不错 我觉得不错 哦 哦对 还有Compasic也是受伤 Lukaku的话 上一场营超 对上这个Quizal Palace 全场只有7Touch 他的问题比较多点 还是Compasic的Tactic 比较多 因为之前就是 每次讲到烂了 这个Compasic来讲 Chelsea 有比卡库 然后 卡库之后又出来 跟这个Sky Italia 的interview 然后很多人就讲他的 这个态度 还有没有新帮 Chelsea 去到 Fast Forward到 Club World Cup的时候 Semi-Final 他都有进球 每个人就觉得说 搞不好有一点点 回来哦 我们最好的No.9 哈哈哈 真的 Lone No.9 我觉得 Harvard上面最好的 等一下 我跟我觉得 了 你觉得 Lukaku 这场会start吗 不会 我觉得 Lukaku 不会 一个问题啊 他start的话 我觉得 Frontree Pulisic Harvard 跟Mount 现在有Harvard 来讲 No.9 是他 我觉得 我现在来做 这个debate Harvard 是不是像刚刚 Ishank讲的是 超系最好的 这个 软件 Ashley 你觉得 就是现在在Squad 里面 因为你不可能 是Lukaku Lukaku 就这样子 如果你accentNo.9 前面 就是 那两个 前的话 就是只有Harvard 因为 他的这些Skillset 都很好 然后他的Movement 也是很Claver 他那些Claver Movement在Box也是很好 他score的 这些Go 你看他Hader这些 你先 Lukaku 你 哪一个No.9 出来 哈哈 在哪一个Skillset Viva 我来一个WOWC 我觉得 Probably 以前来讲 我也不觉得 三个No.9 如果你要讲的话 Lukaku Harvard 跟Timo Werner 我认识Timo Werner 我觉得不适合 Lukaku 不太好 但是我自己也不觉得 Kai Harvard 是 The one 对 我讲现在 对 一近期来讲 超系的Tactics 前线来讲 ZX很重要 所以如果你要讲 那三个的话 ZX一定会有个位 所以我在想另外 另外一个位可能 Mao 所以我的No.9 我probably选Polistic 我不知道 因为我想不到 我想不到 如果你要硬硬要从那三个人讲的话 这样我还是会选Harvard 可是如果 不是这三个人的话 我觉得可能Polistic 可以去尝试打这个No.9 因为 对于六代场比赛 Harvard 虽然讲打进了那场比赛 低个金球 可是整个上半场还有三个Big chance 打进一个的话 虽然讲 可以接受 等下给人家看的问题 还是说 Chelsea的这个单箭头的问题 从上个下一季到现在都是一样 砸了100M下去过后 也是一样没有得到解决 这一场比赛来讲的话 如果Harvard去start 手把打这个单箭头 我不会感到太过意外 可是我 觉得说 如果他这一场start 的话 我觉得他威胁不了 Liverpool的后方 因为 这场我会 比较倾向于Lukaku 可能会爆人start 最主要原因 就是说 在身体上面来讲的话 他对上 Handai 或者对上Matic 或者Konate 会太过吃虧 甚至说 如果是对上Konate 的话 他 打重心方来 对上Konate 多过对上Matic 我觉得Lukaku 会是比较吃香 因为 我记得那一场 在Stanford Bridge 2比2的比赛里面 我看到的东西 就是说 可以理解为什么Konate 暂时性来讲 不会是 Liverpool starting 11的 这一个 因为身高来讲 可能他没有Matic 然后 可能进球的ability 可能也没有Matic 或者说 反代那么好 然后 那一场比赛 我看到那种 physicality的battle里面 Konate 输了很多次 我是觉得说 对 以我的 个人偏向的话 对Liverpool 来讲 如果我有Lukaku 我有Harvest 我有Timo Vernon 做选项 我可能还是会比较倾向于 用Kaku多一点 Harvest的状态是比较好一点 没有错 可是就 就以players of players的这个comparison的话 他不可能 probably 要倾向去给他打 首发的球员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这场 潮西 会去打3 at the back 还是会去打4 at the back 对 因为最近 去换成4 at the back 然后去 换一个战型过 我是觉得说 那个 他们掉分 掉最多的 我个人也是觉得说 是换去 4 at the back 过后 掉分掉最多 所以我是觉得说 对他们那样 潮西失踪 失踪以来 最好的还是343 这样子可能 我们就要看到 因为他们要 要讲讲啊 他们get the best out 我们那个Tiago Tiago Super 这样我们应该就看到Chaloba Chaloba Chaloba Silva 跟Rundiger 这样子的话 最近的这个状态 也不是特别的 要看一看 Chaloba 是最好的 这样子去 这个 调顶布阵 这样子的 这个人类上的选项 潮西现在真的很尴尬 他们现在是champions of the world 但是最近的表现 又好像 感觉让人家起伏不定 好像收服不了人 我觉得现在他们很尴尬 没有convincing 对太尴尬 太尴尬了 慢连的球迷 所有的champions of the world Chaloba 不convincing 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底气 讲这句话 我也不能讲什么 我觉得我对你是这样子 我就讲别人了 因为我对就是这样子 Either you laugh or you cry 你讲他不convincing都好 人家至少现在应该是全营潮第三套的球队 也就真的是 你要去赶上 Demobu 要赶上Matchel City的脚步 不是 那麽简单的事情 我是觉得 不是那麽简单 对 Thomas Tuko自己也是讲了 This season 对他们来讲 Premile League已经是结束了 追不上了 他们现在只是处于一个很尴尬的这个 这个 就是我们要去抢Title 太远 要drop去Top4以外 Champions League啊 Champions League 他们还可以再去重力一下 对啊 他们还是很困难的 在那一个 前世的位置 Premile League 对他们来讲 基本上已经是结束了 对 他们还有那个机会 就消滅那个season 他们现在剩下的就是 Cup competition 要专心打 这场比赛 Chelsea应该会放全力去打 然后 Campions League 他们基本上也是过分了 主场2-0拿下 Liu 很难看到Liu 在主场可以3-0拿Chelsea 然后 那一个League Cup 也是一个final了 然后 FA Cup 现在看起来也是 F Cup 可以去打到蛮后面的 Chelsea 我只能讲 这一个 能够打进的决赛 他们都打进 对 他们真的是一个 不容小看的球 所以 这一场比赛的话 Match Prediction 还上前吧 Do we mean to go into penalties? 有啊 Penalties或是Extra Time 这个 有吗 Final 有Extra Time Ling B-0 正在说 0-0 O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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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室赢了 给我啦,我希望教室赢了 我当然要predict自己的队赢了,2比1 我要逆转 2比1 刚刚那个prediction的时候 我觉得clog会派上二线军 然后 我不在乎输还是赢 然后问他predict 你还是predict自己的队赢了 prediction放自己的队赢 你那可能不肯定自己的队赢了 我觉得潮汐赢2比1 2比1 潮汐 这一场的话我老实讲 我看不到 看不到潮汐赢啦,虽然潮汐每一次 到final的时候都可能会给人家一些惊喜 可是以现在的form 如果 Liverpool上他们strongest 11的话 觉得Liverpool会笑咯 可能clog真的说 这一场比赛我可以 Kelleher 以外我还要给 Havid Elliot 然后我还要给 Minamino 还要给 Klaxen 上的话 Klaxen是谁 年轻小将有一个叫什么 Hilo Morton Klaxen是 出界咯,过路再回来咯 对,我明白 明白你的意思 Korner Bradley 他上这些小将的话 哇 这有respect咯 对 可能你对你自己的区别是respect 然后给这些球员上 可是对潮汐某种程度在讲 是半disrespect的啦 好像有点disrespectful哦 对哦 你这个是一个cut final 然后你直接放这些二线军 我相信Liverpool的球员 如果真的是看到 Klaxen放这么多的二线军上去的话 也不会是一个能够减 毕竟讲到底 总是一个cut final 始终是一个打冠军的这个 真的 我们直接一直来讲 没有一支球队 是有一个define right 去赢冠军奖杯 可是如果你有机会 赢冠军奖杯的话 你去拍上 大量负选军上去的话 是 太过于 看 看小人 其实 门将的debate 现在已经有了 因为那时候 Klaxen讲说 Kelleher会上 可是最近看到 Alison的状态是很好的 很多 其实已经有球迷在开始讲了 真的吗 真的这个cut final 真的是要给Kelleher上场吗 真的不要给Alison上吗 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其实也是不知道 不知道最后 可能Klaxen看到 这几场 Alison的状态这样好 可能最后 返回 又给Alison上去 其实我也不知道 所以最后的话 也给Ashley跟Asak 来介绍一下自己的 这个频道 还有自己的拍吧 那如果想要看 跟Ryu 相关的资讯的话 就可以去YouTube找我啦 我叫ABT族团 也可以follow一下 我的Facebook 还有Instagram 大家可以去follow我的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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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有在那边 比较Active 哈哈哈 也可以在 Description里面 叫我 那个水会 include 水是 i-s-a-c-r-o-w 就是吧 给你们去follow一下 好啦各位 这就是这一期的 这个战口论主了 我们下一期再见 各位先这样啦 拜拜 拜拜